这个卫生间惊艳了全小区 本案例2.1x2.1米 1.水箱预埋墙体重 安装壁挂马桶 右侧装高压水枪 卫生无死角 左侧装插座 方便手机充电 上方做吊柜 日常囤货放入内 2.红砖包管器墙 安装路墙式花杂 搭配做笔刊 洗浴更方便 3.淋浴区下沉 拉槽大理石搭配长条地楼 防滑下水快 4.角落放个大浴缸 泡澡追剧超舒适 玻璃做隔断 通透采光好 5.方钢做框架 设计悬空洗漱台 简约时尚好打理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年轻人都喜欢的客厅设计 1.不做复杂吊顶 而是做双眼皮吊顶 简约又大气 2.不做网红电视墙 而是通刷鼓胶漆 立柜搭配悬空电视柜 简单又耐看 3.不买转角沙发 而是买直排沙发 空间更宽敞 4.阳台不做推拉门 而是做圆弧造型 宽敞更大气 5.不做传统亮衣架 挡光还难看 而是侧面做高贵 嵌入洗烘套装 旁边安装亮衣杆 衣服随手挂 装上纱帘完美遮挡 6.包管做高贵 连接卡座 铺上软垫 侧面收纳书籍摆件 方便休闲看书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玄关鞋柜的正确做法 1.门边做高贵 宽70公分 放上软垫就是换鞋凳 下方预留45公分 底部抽屉还能收纳 2.挂衣勾高180公分 方便挂衣服包包 顶部收纳不常用杂物 3.连接坐到顶鞋柜 下方高度100公分 收纳常穿鞋子 好拿好去 顶部存放过季鞋 关上柜门不落灰 4.开放格高40公分 装上线性灯 回家不摸黑 台面还能置物 底部预留20公分 放长穿的拖鞋 5.连接定制小编辑 下方装插座 方便嵌入扫地机器人 上方坐立柜 存放长喝茶叶 中间安装管线机 方便喝水泡茶 6.侧面装个全身镜 衣物搭配不费劲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客厅这样装多出一个卧室 1.阳台做书说 可以办公学习 上方做调柜 书籍资料放入内 2.另一侧做洗衣池 洗衣更方便 3.压口处设计收纳柜 衣物备入分类存放 4.另一侧放上成品床 外侧气甲墙 中间玻璃做隔断 通透采光好 百叶连保护隐私 装上平开门 就是独立空间 5.最后放上大沙发 搭配小圆机 电视墙做高柜 连接悬空电视柜 简单有格调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再见了没用的餐边柜 以前传统餐边柜 冰箱突出一截很不美观 两边还都是卫生死角 鸡类不实用 试试这样做 1.先做加厚高柜 买嵌入式冰箱 增加储物更美观 2.左边做餐边柜 中间贴大理石 柜子收纳食材干货 台面再贴理石 安装管线机 方便喝水泡茶 搭配轨道插座 放上小锄垫 使用更方便 3.中间做斜角柜连接 解决厚度不依问题 装上玻璃柜门 颜值高更大气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如果卧室能重装 传统做法衣柜收纳少 过道也狭窄 不如这样做 1.床尾定制大衣柜 收纳多一倍 2.端头切斜角 位于墙体做斜面 过道更宽敞 3.设计转角大树桌 左侧装化妆镜 方便梳妆打扮 右侧放电脑 办公休闲都可以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